感觉就配合的还是可以 还是有更加 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进步的吧 然后我们也在 就努力双排啊 找找一些联动的方式 我们队伍都是来 我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队伍嘛 然后我们就各自 各自有各自的打法 然后我们就在努力想办法 把我们各自的打法结合起来 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我们的吧 嗯 下一场毕竟对战威武了嘛 然后咖啥选手也是 之前玩的 就前期阵容节奏都比较好的吧 因为打野风格也比较凶狠 他可能也平常都喜欢多做反蹲吧 打他的话 可能要多注意 也被他反蹲的 给大家试点赞按照 你能不能推 так 得分ать 但是你反к就 puedan outs吧 你们不要太阻碍了 探索 比赛开始 双方都已经来到了野区的出入口 这吧 还是向外猛冲波比 波比有些日子没有见到过了 应该现在是出那种炼金罐的那种出装 小花生是出了一把神圣分离者 好 那是比较凶的那种 这区没有闪现的呀 被涛博来了过套餐 然后给谁 可能想要开小卓 但小卓站的位置非常保守 对 这是垂石位呀 上来想开 闪现定 杰克拉夫闪出来 波比一个闪现从后面壁咚回来 杰克拉夫直接被拿到一血 而且再一个疏通行道 疏通到的小卓要越塔吧 太太在卡的还能再扛一下 扛完很完美 但前面的伤害不够了 主要是其他兄弟的输出很毒嘛 也不需要他 就感觉意识到了 但没有完全意识到 就小卓那个走位 很明显已经意识到 可能会来干 就是来抓他们了 但杰克差一个 差一组经验吧 到六级 来 中路这个位置 奈特想叫小卓过来 强行推线了 武器有三分之干的呀 飞机回家拿早蛋包吗 取消了回程 也许碰到了 卡萨了 卡萨这个位置 没有正义 没有这个坚定风采 顶边造型的意 飞机先来了 一个大招锤飞了 还好这个位置锤走了 输出相对比较高的飞机 那这样 上路来抓瑞士了 灌老天脸影 直接开起来 而且这个位置瑞士 好像有点危险了 杜姆交闪 引人出手空了一段 那这样人头被杜姆拿到 危险啊 但是公学很小心 这个位置 绕过来看到了 公学怎么走 直接 电机关一开 顶回来 那火轮风暴 粘住 开一个火箭腰带 人头想让给Rookie 再等Rookie下一发 死亡射线 赵姆来了 还是杀掉了 赵姆上来想戳 输输输输 应该有机会可以走 赵姆这里还在戳 还在戳 卡哥必须得交闪了 闪现躲个大 这个位置假眼看到公学 再走的话来得及吗 坚定风采开出来 毕东了一个冰 来看一下 威武是对这条小龙 志在必得的 卡哥要放先锋来 直接逼他了 中路想强开 卡萨上去 点了个冰锤 锤了三个人 赵姆训 护卫开转 配合一个轻轻 已经打了一波伤害 叠了折进的小飞轮 而且三度转 准备 凯南跌跌的很不错 第一波要拿Rookie人头了 Rookie这波闪了 还是没击杀 而且正面赵姆 也杀掉了泰坦 那这波 超级细备再过来 哇 挺小组 细的 他正好一兵 这才能让自己 位移过去 R三个 但是只能 PP盖子接一手控 主要造性太肉了呀 表不了造性的 而且Rookie伤害打不出来 就混乱风暴 都没有机会丢 对吧 然后公爵直接过来 闪现 推推棒过来 逼了双腿闪 Rookie交线也被电死了 感觉打团上面 威武这波还是有点习啊 就像铁哥说的 你既然不是那么好开的 你就龙坑站住吧 哎 瑞士藏在草里 出来直接引针出射 起手 瓦尔基的腹中交换 还是被减速 想交闪 确实 上面过来 直接混乱风暴 开电 但这个位置 只是不能让你吃塔下兵而已 还弄不好皮啊 总别皮了 正面这个位置 莱奥大想大招 刘喀萨 要被抓了呀 Rookie有GPN 救不救 这会儿不踢有点来不及了 而且对此一点蓝没有了 对那就不踢了 啊 想换哎呦 过来这边去 战斗力有点强 点燃换掉了 东学 小鹏这里应该能收吧 还在吸 吸不上来了 哦 龙过来 小鹏已经在接龙了 但现在汤伯也想利用 飞机扣克优势来扣克一下 是的 小鹏这边这边龙打 要平场接了吗 波比要打走赵现 波比这边引导大招 大招可能要变回去了 赵心被吓走了 赵心被吓走了 但是波比大招放完之后 赵心又要进来 龙龙是金克斯拿到的 罗比特斯拿到一个人 可能这个人大得很一般 直接往回 交一个闪现家 火在那拉开 对着这边单切奈特 没有切掉 而这边这边卡特被击杀 瑞磁也倒了 双方打了一波二换二 不过好在是龙被金克斯拿下来了 这波主要公学在正面 被对面盯防住了呀 可能这波有闪有大 没有电刀人 总是金克斯拿到的 一勾勾到了公学 泰坦是 也不贪助大公学一个人 嗯 回头多这边是放了一个混乱风暴 然后把公学也给卡住了 然后 杰克拉夫跟Rookie两个人打到 又一勾 但勾到墙上了 这就是泰坦最尴尬的地方呀 波比大招解围定了一下小周 小周这个位置卡得住吗 卡不住了 他哥打得很漂亮 蓝色这边照到了 照到了 想打到底吗 凯南这个位置有踢的 凯南已经踢了 想打到底 卡不回家了 不敢打到底 有一个情况 有一个在营业 啊 是营业直接炸死了 太拼了呀 杰克拉夫又站出来了 直接一个大家一个逃亡 顺秒了波特克 公学这里被开了 公学没有闪现啊 公学这里有点危险 死了死了 都死了放 卡哥被定了 卡哥有点进不来 龙还是被小鹏拿到 而且卡哥为了抢龙 把自己给送掉了 哎呦 飞机现在站住地形 Pork伤害很高啊 飞机三件 弹了一个装备 威武还要来吗 这位的感觉再来要玩很多了 已经来不及了 闪现直接开开卡萨 卡萨打了个闪现之后 翻这个发育是挺好 但是这个团战可不能再出问题了呀 小鹏在呃 是带着Pork伤害的过来 好吗 我已经消失了 公学已经交过了 要死了 三段针 小鹏扫到太坦了 手还比你长 嗯 卡哥偷偷绕过来了 想找个小卓 小卓进草这边 毕东 但小卓这个位置蛮肉的 而且卡哥反正被证明 定住了青霍夜宁 带一套营业的伤害 呃 杰克拉伍没有青霍夜宁的 勾勾到了小卓 但也不敢打到底 奈特这个位置有导弹包的 吃一下果子 把血量回上来 但是反而吃了个W 只好交一个导弹包拉过来 把这个口子封住 龙龙是谁的 还是杰克拉伍的瑞士进去 这波上海打得很重 配合一个引针突射 加一个火箭 杰克拉伍也壁东了 在杰克拉伍这边没有死 最后是被瑞士给收到杰克拉伍 倒了之后 重复这边技场效果也不好 那这样团战要被范德克给收割了 瑞士这波打得非常漂亮 大龙可以顺时也拿了呀 想守这个位置 但是威武是留了中斧在口子里卡 好像明显要看到了 勾到了想秒 那奈特有个小隐魔刀 这个小隐魔刀救了他的命 而且皮皮盖的这个是没有闪现的 路皮过来想找奈特 但是小鹏在粘他 而且小鹏在用生命组织房打大龙 范德克回来将闪现 拿到这个一千块 这波真的喀哥 一会儿回放可以看一下 先是范德克这两个W很关键 第一个W 打到奈特那里去吃果子 然后吃果子又中了一个W 是的 只能溜了 然后瑞士卡在一个非常难受的位置 公爵一直不好进场 然后他这导弹包自己消失了吗 他那好短啊看起来 应该是飞到一半消失了吧 然后公爵其实大的还行 但伤害有点太低了 瑞士伤害 差不多顶不住的 是的 主要是在 但是现在分腿中路边线还没到 靠谱可以处理完下路线再去做 选择敲走飞机直接上高地 这波有三只远程兵可以帮助队友直接把这个高地塔拿掉 那金克斯出发最后快感 夏天给了一炮 再一个W命中了小鹏 看看这个迷雾当中 看看这个迷雾当中必弄失误了 而且这个导弹有点痛 不过还好金克斯有一个绝火者手雷 刘博现在很难抉择呀 对于威武来讲都可以再选择 默契默契 兵线进去了 刘博开楼 刘博开楼 卡哥 卡哥能把你打走 但是没有走掉 但是龙被卡哥拿到了 而且正面机会已经打完之后 伤害完全不够了 下面的飞机被剪死了 杰克拉夫还在输出 杰克拉夫在那个下断的波比 瑞是在找他了 Rookie这个位置虽然被抽下 但是Fanic哥跟杰克拉夫两个人的输出环境 有天差地别的区别啊 W5应该一波了这样 贾起身没有压倒 但是W5也无所谓啊 这样还能逆天改命吗 杰克拉夫一打次 他他有大 深海冲击好了 那这样 最终随着Fanic的 一发炮弹 威武应该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不愧是两个几乎全都打满的队伍啊 这个比赛也非常有来有回 这把我觉得就像铁克说的 瑞士一度在0-2的情况下 给他玩回来了 非常不容易 发育能力还是看得出来挺强的 让我们恭喜威武 恭喜威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